七位老人的选择 也许是十分体面优雅的一种 守望彼此 我选好了自己葬礼上的音乐 我要把骨灰撒向大海 我想埋在樱花树下 这些话出自一场女子七人茶会 但说这些的人并没有身患绝症 而是一群功成名就的老奶奶 她们茶会讨论的话题 总是让外人听得有些心酸 最近失忆越来越严重 有时候还想自杀 出如此类的问题 结束后 她们各回各家 七位老奶奶是邻居 都是独居 但她们并非因为住的金儿聚在一起 恰恰相反 她们是因为想聚在一起 才买了相邻的七间房子 大多人看到这里 可能会以为这次的故事 是讲七个富豪老太太 欢乐而任性的人生 那你又猜错了 她们的故事一点都不欢乐 只是苦中做了 最好的朋友住在隔壁 没事一起吃个饭 又是一起出茂画策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可对这七位老人却是无奈之举 这里是七位孤独而自强的老人 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家庭 一、七十三岁的 一支平良江 可以说是最真爱这个团体的人 年轻时候也是一位漂亮姑娘 因为重心都在工作 如今依然单身 父母去世后 她就跟住哥哥生活 哥哥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但她自己明白这里没有她的位置 热闹是他们的 我永远是个局外人 搬出来独自过日子的时候 她每天都会说 好寂寞啊 寂寞的想死 每天回到家永远是一片漆黑 推门说的那句 我回来了 永远不会有人回应 有时候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冷清 就会跑到店里待住 不会吃什么 只因为那里热闹 感觉没有那么孤单 当来到这里后 她终于觉得 自己不再是行尸走肉 没事就和姐妹喝茶聊天 偶尔串门的时候 还顺便教其他人用电脑 每次回家远远看到小区里的灯 感觉脖子都会快起来 在这个冰冷的城市 有一盏灯灯你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梁石秋在亚设小品中 鞋打呼噜时说了一句话 憨声吵不吵人 问问寡妇 当时不明所以 现在我似乎懂得她的意思了 二 之前请一支瓶解决电脑问题的人 便是 安田和子 已经79岁的她现在很慌张 因为记忆力越来越差 而她的妈妈 就是在80岁时 得了老年痴呆 意识到自己在遗忘 这种感觉非常可怕 看住照片里曾经熟悉的人 名字一个个从脑子里溜走 明明知道自己认识她 可就是想不起来 那种痛苦只有当事人才明白 也正是出于对自己状况的担忧 她早到就写好遗书 甚至连自己的首饰珠宝 都安排好分给这里的姐妹 以这七位的身份和成就 其实根本不缺钱 何况人活到这个岁数 对这些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都会看淡很多 唯独感情会看得更重 当然 她也不会坐以待毙 加入了自己喜爱的朗诵社团 一方面是爱好 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记忆力 在安田演出谢幕后 一位观众上来给她一个拥抱 来着让她出乎意料 这位观众是赤川李子 两老姐妹成员之一 在之前几乎从不出家门 家有黄金千万两 临死两手断公权 反倒是陪住自己 走过最后这段路的人更宝贵 三 去现场给安田加油的 是川李子 原本从事老人附建工作 曾经还是一家疗养院的理事长 可造化弄人 成就有了 身体也坏了 值得退位 如今站得时间久 一点就腿疼 所以她现在经常做主 姐妹一起的旅游也拒不出席 人就是这样 鼓励安慰别人有成套理论 一到自己身上就什么都想不开 明明是附建专家的她 却一度自暴自弃 她一次在茶会上喊人 因为觉得自己没用 一度想过自杀 在大家安慰下 是川忠于鼓起勇气做康复训练 而上面出现在安田的演出现场 就是她的第一步 其实很多时候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的事情 只要说出来就已经解决了 四 前面频频提及茶话会 那就不得不提到 村田姓子 很多时候 茶话会都是她在主导 她也是这个姐妹团的发起人 曾经是一位电视台主播 当初和朋友在外旅游 因为一句玩笑话 我们住在一起就好了 而萌生祖团养老的想法 最终找知同道合的人并实施 签订下 既自立又护住条约 这一切都离不开她 姐妹的选择也是她把关 大家都是各行的精英人士 获金工作放弃婚姻 或因离异始终独居 总之都是有能力养活自己 但又缺少陪伴在身边的人 所以 大家什么事都会跟她聊 她有时会感叹这辈子太平凡 人真的很奇怪 遭过灾律过难的 大都希望平淡到老 安稳活到老的人 却又会叹息此生平凡无双举 人们总是喜欢期盼 未曾得到的东西 村田这次又是独自去医院 看望同样是他们一员 却始终未曾登场的姐妹 清田 五 清田 已经八十二岁高龄 两年前查出癌症住院至今 原本大家会一起去探望 后来 清田却闭门歇客 始终放心不下了村田 这次特意独自前来 面对这位大家长 清田最终说了实话 每次大家来看他 自以为的关心对他来说 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一方面别人都是健健康康的 自己却是这副模样 心里难免失落 另一方面病人需要静养 大家安慰的话对他来说 就是一堆十分恼人的杂金 而他还要强打精神应对 几次下来身心俱疲 了解情况的村田回家后 和大家一说 众人恍然大悟 商量好带清田回来 他能自己做的事 绝不特殊照顾 这是对他自尊的保护 其中有一位不经感叹 果然变老就会很麻烦呢 这位就是其中最年轻的 川宁济美 严谨71岁 六 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总是能听到悦尔的钢琴声 那是 川宁济美 在练琴 他曾是一位记者 天南海北的飞 赢了失业失了爱情 最后身体也被糟蹋坏 有一次突然发病 都没有人帮他叫救护车 加入养老团医 是为了有个照顾 但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他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口头禅经常是前面说的 好麻烦 真的好麻烦 讨厌麻烦的事 也讨厌给别人添麻烦 七 七人当中最大的事 田室 已经83岁了他 平时也不怎么出门 偶尔其他人不在家 他就会帮忙给花浇个水 简单打扫一下 反正大家互有要事 我们平时找朋友 只是单纯想找他玩 而这些老人每次的串门 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确保姐妹们都还活着 任何团体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分离 而老人团体的分离是最悲伤的 因为他们一分开便是永别 所有人都会走 只不过谁先谁后的问题 走在最前 舍不得这群姐妹 走在最后 送所有人离去又过于痛苦 也许正如一只平良将所说的 在中间走的人最幸福了 有时候也会想 自己老儿将是会是什么景象 先看住同龄人离开 然后再被下一代人看住离开 在某个有助和续阳光的午后 坐在椅子上慢慢带住笑容入睡 从此再也不会苏醒 当我老了的时候 会用怎样的方式度过 乐观或颓废 当我逝去的时候 会留给世界何种表情 微笑或悲伤 七位老人的选择 也许是十分体面优雅的一种 图片资料 女妻人 依序幕